净空法师之家庭教育专辑忠臣出孝子之门 从前读书 优秀的都挑选出来做官 学而优则是 这个制度教举孝连 是汉武帝建立的 孝是孝顺 连是连结 人能孝顺父母 他就会为国家 为社会尽忠 他要使连结 他就不贪污 从前的知县知府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现实长 他正记里面第一条 就是为国家引荐人才 推举人才 选拔人才 国家有赏赐 尽贤受上赏 国家最高的荣誉赏赐给谁 替国家推荐人才的人 所以从前地方官员到处去访问 看看这些小孩 孝顺父母又不爱钱的 把他挑选出来 由国家来栽培 培养 这些小孩长大之后 就成为国家的官员 国家的干部 古人常讲 忠臣出孝子之门人 能够孝顺父母 他不会做坏事 做坏事 怕对不起父母 所以 国家选拔公务员 第一个条件是孝 中文字幕提供